时间一天一天过去 尽管环形海上危机密布 但众人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每天都在修炼中度过 在三个月之后 他率先到达了七十级 海神斗罗波赛西自然再次降临 奥斯卡眼底不禁流露出一阵强烈的激动 心中狂吼着 七十级 我也到达七十级了 谁说史无忌浑身就不能强大 我今天不过二十四岁 我就达到了浑身经济 若不你放心吧 从今往后 我一定要保护你的能力 波赛西微微一笑 送出了神赐魂关 金色光芒笼罩之中 当脸上多了刀疤的奥斯卡坐下时 竟然给人一种极其坚定的感觉 奥斯卡从承受神赐魂环考验到整个吸收过程结束 足足用去了一天的时间 吸收结束之后 整整调整了三天时间 他才算完全恢复过来 五十九 你得到第七魂纪 都已经半个多月了吗 你倒是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威力啊 哎呀 今天这个天气不错呀 是吧 马洪俊总房没走过来 你少打岔你 自从你得到第七魂完之后 每天都是这一套 我们怎么问你都不说 跟资亚兄弟还一人藏呢是吧你 难道你这第七魂纪威力不行 你放心啊 大家伙不会取笑你的 差点就差点呗 我的第七魂纪会差 你想什么你 脑瓜让门挤了 脑瓜放屁了吧你 那你倒是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啊 这么多天了 你连容我都舍不得告诉 你这魂纪肯定有问题 我猜到了 你看啊 三哥的五魂真身归蓝云黄 戴老大的五魂真身那是白虎 竹青的是化为优名灵貌 你这以香肠为五魂的家伙 难道在使用了第七魂纪之后 你会变成一个大香肠是不是 死旁的滚蛋 我就不告诉你 萧恩你就别作死了 难道你的第七魂纪 真的跟香肠有关吗 先说好了啊 我使出第七魂纪来 但你们深不语笑 不让我真翻脸了啊 没问题啊 我们绝对不会笑 你快展示吧 奥斯卡双脚分开 身体略微下蹲 深吸一口气双手握拳 双臂伸直于胸前 掌心向下 啊 他平身的双臂猛 他平身的双臂猛然收回 双拳随之翻转 掌心向上 一直收到腰间 在双臂收回的同时 做出了一个挺腰的动作 双臂猛人 双臂猛烈猛烈猛烈 一点金光 在奥斯卡的右手中指上亮起 一只黄豆力大的金苍蝇 凭空出现在 他的中指之上 笑得最厉害的 就属马红俊和戴姆白了 奥斯卡直接朝马红俊扑过去 滚滚死人了 这边是苍蝇 永远回忆是苍蝇 你们啊 没一个说话算数的 我就知道你们 瞧 我先擦擦眼泪 说说你这个 第七魂弯的作用吧 虽然它样子是怪了一些 但作为熟悉魂师的 五魂真身 它肯定非同反响 是不是木板 对对对 小三你说的对 还是三十货 我这当然是好东西了 我这第七魂技 效果有两个 要是我自己吃下去 那么制造香肠的速度 会提升百分之三十 如果其他魂师吃下去 会令他在使用下一个魂技的时候 威力增幅百分之五十 见众人一脸吃惊的样子 奥斯卡得意地说 怎么样 都服了没有 够不够社会 我的第七魂技厉害不厉害 好了我们修炼吧 没错没错修炼 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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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一下 像不这么难吧 在听了奥斯卡这个大好消息之后 唐三心中充满了信心 小三 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尝试一下 这第二关了 嗯 可以开始尝试了 在权力突破之前 我们必须先弄清楚 环形海中 能够给我们带来威胁的海魂兽 都有哪些 大概是什么级别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